香港家书 田叔你好 你已经走了三年还是四年了 仿佛是很久之前的事 但是关于你和你太太的片段 我还是历历在目 想起你第一个画面 就是年过八十的你 每天拖着瘦小的身躯 踏着细碎的步伐 永患血癌的太太去拎免废饭 一般人走十五分钟的路 你要用差不多一个小时去行 还有每次和其他年长护老者开会 提到要找代表表达护老者的心声 你都会毫不犹豫 主动答应接受不同传媒访问 每一次听到你发言或者接受访问 你的声音虽然很微弱 但是很坚定 我知道你为的是希望所有基层的年长护老者 可以有一天拿到政府的护老者津贴 还有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获得多一些照顾 我们机构香港社区组织协会 最近有一个小规模的计划 长者社区保姆计划 希望政府参考在不同区都进行类似的计划 由社工和其他专业人士为社区里面有心服务 长者的妇女提供训练和支援 善用他们不用照顾小朋友的时间 帮同区有需要的年长护老者 田叔如果你在这里就好了 我可以介绍这个计划给你 长者社区保姆计划的妇女 会定期联络和家访护老者家庭 提供关怀和了解日常生活需要 我见参加计划的老人家 和护老者心情都好很多 护老者又可以有机会 透透气 我经常想 如果香港有照顾者围本的政策和服务 基层连长护老者 如果有护老者津贴 有更加到位的紧急支援服务 和暂托服务 还有长者社区保姆计划 你和其他几位已经离开的护老者 生活会不会有些什么不同呢 会不会可以过得轻松一些 觉得世界有多些关心和温暖 会不会不用在病患 担忧和悔究之中离开 会不会可以有时间 更加关心自己多一些 年长照顾者 可不可以过更加快乐和安心的晚年 不会再有新闻报道 见到有关照顾者的悲剧 田叔 希望你在另一个世界 可以和太太过得合意自在 不用再承受辛深的痛苦 都希望你能够祝福 和看顾其他 仍然在这里尽心尽力 照顾家人的基层年长照顾者 远姑娘敬上 2023年5月27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